早安新唐人先来带您关心美国联准会主席叶伦 14日上午出席了国会听证会时表示 在经济持续增长和通膨上升之际 如果拖延到了升息时机将是不明智的 暗示升息脚步不远了 消息也带动美股三大指数再创新高 虽然没有透露时间表 但叶伦释放必须升息的消息 让美股收盘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创新高 目前期货利率市场反映 联准会在三月中 例会决议升息的几率大约是34% 不过六月之后 每场例会升息几率都在70%以上